电器只要使用完 我们就会把插头拔掉 小本经营咖啡店 用电方面当然能省则省 不过店长说光是5到7月 他们店里最新一期的电价单 就让他傻眼 像我们这一期的电费是1万多元 那我们店的频数只有3到5频 7频不到的咖啡店 两个月电费破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7、8千 多出近3千元 店长说一直以来用电都很省 但电费直直飙 成本压力也更大 知道电费有调涨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在 更把关每一个电器的使用量 可是电费还是很难去降 不止小店家对电费涨价有感 近期也有一般民众 已经收到7到9月电价单 有民众说用电量包升到1763度 金额近7千元 相比去年同期贵3千多 但奇怪的是 明明今年已经把冷气 从定屏换成变屏 但每台使用时间 约拉长4小时 不解为何电费还飙高 民众疑惑也怀疑 由一台电脑没关机 平均耗电300到400瓦 24小时都没关 让两个月下来 至少用480度电 台电提醒电脑带机一整天约耗费120瓦 一年下来相当于90元电费 但还得加上全功率使用时的电力 也就是说只要一直开着 其实还是会耗电 而经济部也在19号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 最新公告 虽然国际燃料价格还是高 但考量7月才刚涨电价 国内通膨也还有不确定性 因此下半年电价动涨 而高压用电户延长下月电价期间 也调降非下月电价 维持全年平均电价 TVN新闻 林雅南 许峰宇 张慧仙 S小组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